要是上班的話路上堵車 騎電路車又不讓人家 所以咱們就是說找了一輛電動輪椅帶過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看到我的員工幫我拍了一個影片 不然我昨天就沒影片了吧 昨天確實有一點狀況是 可能在美國這幾天啊 真的太累了 要帶女朋友出去玩 要拍片 還要開車 美國太大了 我有其中三天啊 一天開超過六七百公里 最誇張的一天開了將近九百多公里 一天 所以其實這樣子我一天真的 沒睡幾個小時 太累了 抵抗力可能有點下降 然後就感冒了嘛 明先生跟我去這個診所 然後醫生開藥 然後就睡著了 那現在身體也比較好了 然後還是要講一下中國暖心的事情嘛 對吧 最近中國的廣州出現了 一群騎著電動輪椅車的人群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廣州又頒布了 對於電動車的法規 那雖然廣州兩年多前啊 就陸陸續續在 限制騎電動車的人了 把一些騎電動車的人的車給沒收了 對吧 一兩年前呢有做過很多影片 但這次頒布新的法令啊 又增加了電動車限時段行駛 穿越翻馬路的時候啊 必須下車推 不管是機車或是電動車 它的本意就是讓人們 更方便的在城市中穿梭以及停車 結果現在變成了 騎車會非常的麻煩 還會被這個城管找麻煩 這個法規是越來越嚴格了 那一兩年前可能法規還那麼嚴格 但是你的車怎麼會被沒收了呢 領導的看法 雖然當時法還沒訂的那麼明確 但是這不重要 領導的看法就是一切 只是現在有一個比較形式上的法給你看 欸 但他訂出來又如何 領導一句話隨時能變的啊 那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肥胖率非常的高 我這次在美國確實也發現這個比例太高了 我到美國胖了兩公斤耶 他這個環境真的是使人發胖 我只能這樣講 除非你有去這個健身房在運動 但我去旅遊了 我怎麼會去健身房對不對 尤其是到了環球跟迪士尼等等這些地方 我看到非常多騎著 廣州年輕人現在在騎的這種電動輪體車 我們撇除掉老人家腿腳不方便 那多數我在美國看到騎這種車的 都是過於肥胖的年輕男女 但是我們看一下中國 是因為中共的法令 中共的政策讓人家不得已去騎這種輪體車 有人說你為什麼不買車 買不起車嘛 你為什麼不做這個大眾交通工具 可能有些大眾交通工具 他沒有到他的住處 他可能是做送外賣的 他可能只是要接送小孩上下學 那我們亞洲的環境來說 尤其是南方對吧 那騎機車確實是比較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扯了 2023年上半年啦 中國電商平台的電動輪體銷售量 攀升了60% 其中以3000塊人民幣的輪椅 最為受歡迎的產品 這擺明就是中共不想讓人家騎車 而去用的法規 對吧 而那些人們又買不起車 又不像美國二手車超級便宜的 連BMW都非常的便宜 並中國人可以過上正常人的日子 正常人的生活 能自由的上外網 自由的選舉 對政府暢所欲言 表達政治立場 但是這些通通都不能 現在連騎機車都要被閹割了 OK你說騎這個機車啊 會造成這個環境污染 OK那我配合你們的宣導 我騎電動車嘛 新人員機車也不讓 搞到他們去騎這個電動輪椅車 那個是老人家在騎的 那個是身體有一些疾病的人在騎的 你看你怎麼不把賣電動車的那些廠商啊 把他們都下架 你不准在這賣 因為我戰車就是不想讓人家騎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買了 我再給你沒收 沒收完之後 你再存個幾個月 存個幾年 你再買 我再給你沒收 這就是官商勾結啊 你以為民主國家的官商勾結已經很爛了是吧 那你肯定沒看過極權國家的官商勾結 簡直是科技魚很活啊 OK聊完有趣的 接下來聊點嚴肅了 究竟中國限制了加根者對海外的出口 任何相關的出口都必須經過中共的同意 這項舉措被視為反制歐美日台對中國的晶片制裁 像是尼德蘭荷蘭在9月1號正式生效 禁止光刻機啊 微影機賣給中國 而日本也禁止了23類半導體 包括用於清潔啊 乘機啊 時刻等等材料跟設備 輸入中國 雖然日和兩國沒有明確的在聲明中指出 欸 就是針對中國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對吧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中共推出的這個加根者的出口 是在反制西方 那中共給出的理由是維護國家利益 而加根者 中國占世界產量的比例是94%跟83% 於8月1號正式實施 而加根者對於電子產品 軍工產業 還有一些光纖系統的設備啊 還有紅外線光學設備 太陽能電池微波電路高速轉換電路紅外線等等等等 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所以小粉紅就會認為 這個舉措肯定是能讓歐美的經濟崩盤 能擊垮美國的軍事發展 我們是要為了打台灣 所以在集中這個加根者 唉 我都生病了 不要讓我這樣笑好不好 很難受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啊 你中國應該早就要成為比美國還強的國家了對吧 軍力啊 但事實上的差距 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而搞垮歐美制台經濟 那就更 那就更好笑了 首先你沒招了才會搞這種制裁 其次加根者這個基礎的材料提煉出來之後 還需要經過很多很多的加工啊 零售啊 非常多的一些工序 最終才能變成最終的工業 也就是你這個加根者 它是最基本的原始材料 然後你變變變變變變變 你最後可能變成一個電池 譬如啦 那你在申請的時候 他中間換了幾家廠商 你怎麼知道最終這個產品是不是 你想抵制 你想制裁那個國家買的呢 你不知道嗎 而如果你真的要每一箱都問 那麼戲最苦的人是你自己哦 而這個要怎麼操作也很好操作吧 我們各種謊暴虛蠻 透過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 確實都很好操作 再來這兩種金屬啊 都是加工煤炭生產鋁的副產品 並不是特別難取得啦 只是在國外開採的成本 比中國高 因為中華民族的勞動力便宜 若中國減少了加根者的出口啊 是會導致全球的科技啊 電信 能源汽車等相關的產業 放緩 以及價格的上漲 但這個價格的上漲是短期的嘛 可能一年而已 那長期來說 歐美國家 一定會找到 降低開採的成本跟方法 那中國將隨之 喪失市場主導的地位 到時候你就說 哦 OK 我全部開放 抱歉我們不需要你啦 你自己也沒有那麼大的內需市場 那怎麼辦 你最終啊 還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嘛 自害一陣子 爽 但後面呢 苦的 傷的是你自己 記得 俄烏戰爭當初開打的時候 俄國也是說 哦 我要制裁這個 挺烏克蘭的國家 限制他們天然氣 結果呢 確實啦 當時造成的這個價格上漲 但現在有沒有解決 會不會解決 都在想辦法解決 然後他們還是更堅定的 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但中國不一樣啊 歐美日台制裁中國的晶片 小粉紅喊什麼 咱們徒手克也要克出來 中共也努力在國內栽培金業產業 栽培幾年了 三年要四年了吧 現在到哪 跟熊安興趣一樣大爛圍 目前中共晶片技術 止步在28奈米 大規模量產 我這邊說的是大規模量產穩定哦 雖然中共目前有生產14奈米的這個量產 但它沒有辦法穩定的量產 為什麼無法穩定的量產 因為美國荷蘭 日本都在限制他們的這些設備 對吧 他們這些設備的使用年限到了 老舊了 壞掉了 沒有替代的材料 請問它14奈米怎麼生產 沒辦法生產的嘛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都已經在研發2奈米 再往1奈米走了 3奈米穩定量產了 中國還在28奈米穩定量產 好啦 給你算14啦 好嗎 你就知道台灣跟中國這個差距了對不對 當然啦 並不是台灣特別牛 而是台灣作為普世價值的世界一份子 大家不搞事就能好好的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當初大家要把 肩片產業鏈分散在不同的國家 假使今天台灣被中共拿去 台灣加入了這個中國的番薯國 跟中國很好 我們可能從2016年開始跟他非常好 那這次中美貿易戰打成這樣 我們肯堅定點跟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 我們台積電會不會被制裁 日本的原料 荷蘭的光刻機不賣給我們 我們台積電跟廢鐵一樣嘛 對吧 所以啊 為了避免 哪一個國家會壟斷跟獨大經驗產業 然後去其他國家拿到一些利益 所以就把這個產業分散到各個國家 然後我們假使如果是集中的呢 這個國家如果集中的國家是中國呢 那中國絕對會比現在更囂張 世界霸主是他 而他會非常的誇張 所以制裁你剛剛好而已啦 當初美國拉你進來經濟貿易體系 你才富起來囉 現在歐美西方國家都把單轉到東南亞 或是墨西哥之類的 所以這些國家的經濟確實有在慢慢起來了 尤其是越南對不對 以前美國跟越南打仗 把非常多的單給日本 所以日本當初富起來了 紐約好幾棟 什麼帝國大廈 都是日本人去投資的 日本人買下來了 之後蘇美冷戰 為了拉攏中國 對抗蘇聯 所以帶著中國加入各種組織 也覺得中國可能可以民主化 你們要知道1969年 蘇聯本來想把核彈丟到北京 東北 長春那些城市耶 還好美國跳出來斡旋 並且正告蘇聯 你丟中國我也丟你 結果現在小粉紅最恨的是誰 所以愛的是誰 中共他的本質就決定 他不可能往民主化這條路去走 並且還會對亞洲地區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但美國 他能讓你 富起來 他現在也能讓你窮回去 現在越南印尼啊 非常有可能在10年內超越中國 因為一個在降一個在升 他們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小 未來20年到50年啦 墨西哥跟印度啊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有非常有可能也會追上中國啦 而最近人民幣啊 是跌到了2007年以來最低的水準 然後人民幣也出現了拋售潮 結果中共一直在推這個人民幣對不對 現在人民幣產成這個樣子 是誰在國際上拋售人民幣 哪些國家有人民幣 啊不就是當初同意 我要用人民幣跟你結算的那些國家嗎 哼 我早就說了嘛 這些國家答應中共用人民幣的前提是可以 是保證你可以兌換美元的 以美元為基礎就跟你換的 結果人家現在拋售人民幣真的是笑死 從我開頭講的 中共制裁金屬嘛 對到人民幣 通通都是短暫贏的面子 我可以寫一篇稿 我可以拍個影片 小粉 中國偉大復興的 全世界都要用人民幣 全世界都羨慕中國的加根者 對 你贏了幾個月 你贏了一年 你換來的是什麼呢 輸了一輩子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